5名女兵被綁架 視頻公開 以色列重啟談判 台灣立法院改革爭議發酵 或引更大抗議 匈牙利華國際刑事法院 對以色列總理逮捕令不合理 亞國素雷源出演艾美獎電影 被塔利班所開 大翻譯運動成員40多人被捕 有成員逃往美國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5月24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問 我是林欣 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是一位長期受痛風困擾的楊先生的見證 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經歷 我吃了三高代謝補之後 我其實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吃痛風藥 即是痛風藥停不了了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 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 整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 過去他因為痛風發作 腳趾疼痛難忍 影響了日常生活 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 不用特別介口 痛風的症狀也沒有再發作 現在我第三張差不多吃完了 睡眠質素是明顯了的 明天的精神就好些了 多謝你們研發這麼好的產品 屏幕前的你 如果亦在尋找健康的解決方案 不妨試試健康520三高代謝補 23日以色列戰時內閣宣布 重新恢復和哈馬斯之間的談判 之前在5名以色列女兵穿著水衣 被哈馬斯露走的影片發布後 以色列人質家屬發起了抗議遊行 強烈要求繼續嘗試解救人質 消息人士指出 在這個之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的辦公室發布指令 反映出戰時內閣要求談判小組 繼續接合哈馬斯 商討與人質協議相關的內容 請多報道 也是在當日 消息人士指出 美國中情局局長白恩斯 將前往歐洲 回見以色列摩薩德負責人 巴黎亞 和卡塔爾總理阿勒薩尼 這次回談是兩個星期前 談判徹底破裂以來的首次會議 談討關於剩餘128名人質的獲購流程 這次談判在以色列民間 對人質處境爆發強烈關注的情況下進行 以色列消息人士指 目前的問題包括如何在以哈之間的爭議上實現突破 達成協議的最大障礙 是哈馬斯堅持要求以色列結束戰爭 公開的影片顯示 哈馬斯分子在衝入了沒有防備的基地之後 綁架了這些人員 目前被捕的5名女兵 都處於等待交換的人質範疇 洩露的短片段落顯示出 他們的處境非常淒慘 對此 萊塔利亞胡在X平台發布評論表示 他對這段影片感到震驚 並發誓將盡一切努力將人質送回家 萊塔利亞胡說 哈馬斯恐怖分子的殘暴 只會增強我們全力戰鬥的決心 直到哈馬斯被消滅為止 這是為了確保我們今晚所看到的事件不再發生 也是在同時 一些媒體評論員表示 恐怖分子在闖入基地之後 似乎不急於離開 他們花時間折磨士兵 然後慢慢地將他們帶上車輛 不受干擾 也沒有任何安全部隊前來營救他們的跡象 這樣的問題也引發了 關於追討10月7日事件責任的聲浪 23日戰時內閣部長今次要求立即成立國家委員會 對10月7日的哈馬斯入侵問題進行追責調查 今次表示 人們都看到了綁架事件的艱難短片 這個意味著必須從中吸取教訓 此舉與萊塔利亞胡的決定完全向左 萊塔利亞胡希望在加沙戰爭期間不能成立該委員會 堅持認為國家調查委員會需要遲一步建立 但是,新的短片引發了輿論風潮 導致政府的早前決策一時間不佔優勢 另外,肯加沙前線方面 23日當日,以色列國防軍肯拉法東部 與哈馬斯武裝分子交戰 期間多次與哈馬斯成員短兵相接 目前,以軍已經佔據費城走廊的至少一半區域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宣布 以色列軍方將向拉法部署更多軍事資產 他指出,以軍將向拉法增派空中和地面部隊 這是為了給人質返回家園創造條件 此舉亦將對哈馬斯造成非常沉重的打擊 目前拉法東部有五個以色列國防軍隊 根據以軍說法,以色列已暫時從拉法 撤離約一百萬平民 並將他們轉移到哈尤尼斯、 德爾巴拉和馬亞西人道主義區 台灣立法院國會改革法案引發爭議 在23日,台灣的在野黨、國民黨和民眾黨 做出最後努力推動一項 壓制新總統賴清德政府的法案通過 如果雙方都不退讓,未來四年 可能會在國會出現極其複雜的局面 美國媒體也認為新的法案通過 也可能會在台灣島引發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一年多日,示威者聚集在立法院外表示抗議 他們指出,立法院對總統監督的修正案 跳過了一些審查階段,想要倉促通過提案 並且對政府造成威脅 這次爭議,源於南白共同提出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5條修正條文 其中最具爭議的修正案為藐視國會罪 法案要求官員,這麼頻繁地出現在立法機關回答問題 如果被發現有藐視舉動 個人會受到刑事處罰 這個提案在賴清德就職幾天之後提出 增加了國會對政府質詢的壓力 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成員說 國會改革法案加強了立法機關的監督能力 重點之一是,政府官員不得在國會聽證時蓄以引力 條文主要針對政府人員 而民進黨則表示,藐視國會罪定義過於寬鬆 可能引起寒蟬效應 由質疑部分商界人員也可能被法案波及 執政黨認為,此舉屬於過於抗張立法院權力 會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可能違憲等 目前,當法案在立法機關獲得通過,總統將無能力否決它 外界擔心,台灣立法院的動盪來自中共政府滲透 今年2月,有中共體制內的人士通過海外媒體爆料 中共策劃通過國台辦,以台灣的立法院作為突破口 作為中共在台灣內部去攻破堡壘的據點 目前,這個法案的效果仍然沒有傳達到社會層面 這個星期,台灣市場反應平淡 台股投資人並不認為蘇聯會造成顯著影響 23日台股大盤略微收高 22日上漲1.5% 延續期走高紀錄 新台幣對美元匯率略微上揚0.1% 不過到現今為止 幾十個團體針對法案發起的抗議活動仍未停息 21日晚間,參加過向日葵示威活動的活動人士 克里斯長,在立法院外說 他不會放棄反對這個法案 因為對他來說,參加抗議活動是一種本能 國際刑事法院對哈馬斯極端分子首腦 和以色列總理奈塔米亞胡發布提捕令 對此,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幕僚長 古利亞斯表示 法院檢察官卡里姆漢 對以色列總理發出的逮捕令 不可接受 並無法在匈牙利執行 請提報道 23日,古利亞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儘管匈牙利批准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但它從未成為匈牙利法律的一部分 這意味著 法院的任何措施都不能在匈牙利境內執行 卡里姆漢在這星期聲明 將以涉嫌戰爭罪 而請求對三名哈馬斯領導人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和國防部長加蘭特 發出逮捕令 雙方代表都對卡里姆漢的決定進行了猛烈評擊 古利亞斯說 要求逮捕內塔利亞湖的舉動 不是一個法律決定 而是政治決定 它是不可接受的 並且損害了國際刑事法院的聲譽 它表示 利用法院作為政治工具是錯誤的 我們不應該忘記是什麼導致了加沙的問題發生 國際刑事法院的做法 是針對以色列的冷號欺騙和卑鄙的恐怖襲擊 所有的27個歐盟國家都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 歐盟首席外交官博雷爾指出 他們有義務執行法院的裁決 但是 該法院的最新舉動揭露了歐洲各國之間的分歧 此前 哈曼斯武中分子在10月7日攻入以色列 造成1,200人死亡 並劫持了250名人治 隨後加沙戰爭爆發 在這個過程中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一直是內塔利亞湖的長期盟友 他表示 以色列有權使用軍力進行自衛 23日消息 一名曾經為美軍工作的阿富汗蘇雷員承包商 出現在一部榮獲艾美獎的紀錄片中 之後慘遭塔利班殺害 請聽報導 這名二十多歲的男子 因為掌上歲氣 而被代稱為賈斯丁比伯 他曾出演2022年的電影《逆行》 這部紀錄片重點講述了美國特種部隊 在2021年從阿富汗撤軍之前的經歷 現在電影《逆行》被指控 無以中幫助塔利班 建立了針對美國阿富汗盟友的黑名單 已經備受權放映的兩家機構 《國家地理頻道》和《Hulu設下》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 由於在沒有任何面部模糊的情況下上鏡 比伯被塔利班部隊從家中帶走 在遭受了兩個星期的好營之後獲釋 最終因為傷寵而死亡 在被塔利班拘留期間 他說自己遭到拳打腳踢、棍棒勾打 以及被壓在水下等酷刑虐待 獲釋之後 這名訴雷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消息人士說 他們給我看了《逆行電影》 並說你曾與外國勢力合作 還在電影中工作過 他們透過《逆行電影》找到了我 2021年美軍撤離阿富汗之後 包括比伯在內的幾千名口譯員和素雷員 未能離開阿富汗 而在導演馬修凱列曼的電影中 他的形象得到了公開展示 這部電影獲得了評論家的高度讚揚 並獲得了三項艾美獎 但是 這部電影也直接導致比伯被捕 在他被捕之前的幾個星期 這部紀錄片的一段片段 在TikTok上傳播 由此傳遍了阿富汗 令多達8名美國的阿富汗盟友 暴露在塔利班的追蹤之下 據悉 在《逆行》在2022年12月上映之前 至少有5人對導演和製片人發出警告 認為此舉會令素雷人面臨危險 但是影片方仍然正常地展示了他們的真陽特寫鏡頭 在《素雷員遇害》之後 《逆行》片方發布了沉痛哀悼 與迪士尼簽署聯合協議 參與製作紀錄片的《國家地理》表示 由於對這部電影的最新關注 他非常謹慎地設下了這部電影 不再公開展示與其有關的畫面 2022年烏克蘭戰爭初期出現的網絡 《00後大翻譯運動》 將中共的反人類言論直接展示 翻譯給外國民眾 最新消息指出 曾有40多名參加大翻譯運動的成員 被中共觸報 至少一名香港編輯逃往美國 請聽報導 根據大翻譯運動官方帳號 編輯TEMP的說法 在2022年3月 俄烏克蘭戰爭開始第一個星期 大翻譯活動開始 將大量用中文發佈的親俄國侵略者 和反人權言論翻譯成英文展示 引發衝擊 到2022年中期 大翻譯運動響電報群的一些活躍成員 遭到中共抓捕 保守估計至少有40人 響過之後 大翻譯成員採用了特殊的軟件 防止被中共發現 當時讀大學的TEMP表示 成員他們翻譯了關於中歐班列 從含寧滿載41車貨物 開網莫斯科的新聞 中共央視宣稱 中英聯合聲明是個時無後文件 以及嘲諷美國抗疫情的言論 還包括中國網民 行災落獲討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等消息 這個做法遭到中共政府輿論評擊 包括《人民日報》海外版《環球時報》 《均出面萬馬》 聲稱其做法是一場鬧劇 是小偷小摸 而在一些中文反人類言論遭到外媒集中報導之後 中共的社交媒體平台還不得不發起言論清理 反映出海外輿論關注造成的危機感 Tem表示 在今年3月下旬 他從香港逃往舊金山 目前正在移民拘留所尋求上庭 他告訴《大紀元》 現在香港同樣在逮捕異議人士 據悉 葡萄牙籍藍音樂教師王俊聰 在境外經營反共網站 但在2022年回到香港時 遭到政府逮捕 判處五年逃刑 Tem說 這樣意味著 他如果返回香港 可能會有很大危險 因此他會嘗試呼籲救助 就此留在國外 在國外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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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